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日大概会高个两度 而周一大概又会再温暖一点点 但是周二的晚上开始温度会一路的下滑 夜晚清晨可能只有19度 然后周四周五慢慢的回温 周南部还有花冬 周三的高温和低温大概也会下降三四度左右 而周五北部还有中南部的高温有机会来到30度 再来看到降雨的趋势 明天到周二北部还有东部会有零星的短暂雨 而中南部下午也可能会下雨 雨量都不会太大 周二的晚上到周三 封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 各地降雨几率增加 蓝色的区块包括了金门和马祖 都是预测会下雨的地方 而周四和周五东北季风减弱 水气也减少 降雨范围大幅的缩小 外岛的澎湖 金门 马祖都是多云道勤的好天气 而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都有零星的短暂雨 但是无法为水库解渴 继续关心水库的状况 北部的翡翠水库蓄水量是64.4 而中部的石钢坝是满水位 但是珍稳水库的水晴还是令人担心 今天蓄水量只剩下了7.3% 目前的水晴灯号 苗栗是提醒注意的绿灯 而新厨屋还有台中 以及彰化的北部和嘉义 则是黄灯 就是减压供水 至于台南和高雄是减量供水的橘色灯号 如果再不下雨 就可能面临分区供水了 生物follow me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 明天北部东部和马祖零星短暂雨 而中南部还有澎湖金门午后 也可能会有短暂雨 至于空气品质方面 西部和宜兰普通等级 花冬良好等级 而明天台东还有澎湖艳阳高照 紫外线可能达到过量级 要注意防晒多喝水 接触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数据